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在台湾非常特殊的花园城市 有些人会觉得它曾经是一个眷村 但是我自己也是在眷村长大的 我在屏东的空军眷村 我觉得我从来不把中兴新村当作是一个眷村 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为您邀请到 陈乐仁 陈导演来跟大家聊一聊 到底中兴新村是不是一个眷村 眷村其实后来我们人的那个一个评鉴的标记 就是跟军人的集中住在一起的那个军眷村有关 对啊 那因为我们也叫中兴新村 所以对于这个新村会被一些人会贴上 那就跟军眷村的什么什么新村是一样的 那到了中兴新村就不一样 因为我们这边不是要从事农业生产 是一群公务人员要在这里上班 那上班这些人没有地方住啊 所以当时省政府就想到了 在这块基地上面盖了很多很多的小房子 对 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宿舍 民国四十六年 台湾省政府从台北输签到中兴新村 那时中兴新村办公楼房与空间规划 已建雏形 只等待时间和入住的省府公务员 来增添中兴新村的多样面貌 台湾省政府在南投县银棚口建筑的办公厅设 大部分已经完成 定名为中兴村 从高处看去 民国四十六年的中兴新村 只建处处新建的办公厅设与建设 少有我欲数目 中兴新村另外设有学校 医院和市场 生活机能一应俱全 但是民国八十七年 台湾省虚极化 今省之后荣景不再 随着废省之后 中兴新村的角色 好像跟之前就会又有所不同了 有所就是转变了 那是从一个公家单位的 那个功能上面来讲 确实到了现在它是有转变 但是我们从文化历史的价值来看 六十二年前 会有一群人如何的把西方 新式这样的概念 从国外引进到台湾来 这个在台湾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价值 跟住宅空间的一个分水岭 所以未来的在发展的时候 要把这样的一个价值去凸显出来 那这块基地中兴新村的东西 在台湾它就有一个永久的代表性 还没有天黑之前 就是金省 金省之前其实中兴新村 是集三千宠爱为一生 以前它的国游路 还有所有公共设施都是很好的 那金省之后整个都变了 他今号称小巨蛋的中兴体育馆 因为漏水地板塌陷 避癌严重 这里曾经是末代省长宋楚瑜的告别演说之地 20年过去了 照理讲我们看到很多宿舍没有人住 然后空着空着 你如果晚上进去村子里头 你会发觉 到底村子还存不存在 因为很多家的屋子里头 其实都没有点灯 也就是说 其实这边很多很多人都离开 好 那我们如果白天来看的话 即便是金省动省20年 但是你如果开车在村子里头 我不跟你讲的话 你还是会觉得这个村子 有一定的那种美感 那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在当时规划的时候 是多么的恰到好处 时光拉回黑板年代 1955年 国民政府为了分散行政中心的风险 把台湾省政府 从台北市搬到了南投市云盘口 从如何让省府员工 安心的在这里生活为出发点 规划了200多公顷的大型造证计划 各听处都忙着搬家 先把牌子卸下来 公文案卷赶快打包 中兴新村的诞生 大概我觉得从时间轴线来讲 必须讲到民国44年 大臣岛撤退的那个事件 因为从大臣岛撤退来台湾之后 的那一年 中央政府才开始意识到防空疏散的重要性 所以在民国44年 大概4月的时候就颁布了一个防空疏散计划 要求省政府开始往中部或是南部地方 去找很适合的地点 那找的找的 其实找到了南投这个地方 中兴新村以前叫银盘口 好像也没有什么 就是我们去对应到为什么省议会会在雾峰 其实就有关联了 最早的省政府并不是选在南投银盘口 是选在雾峰 有一个叫北沟 以前的台影文化城的那个附近 那因为但是那个土地全部都是私人的 所以征收上面有一些困难 就那个计划就没有再推 然后继续又往南找的时候 就找到了那个南投 我们现在中兴新村这块基地 中兴新村的规划 采用欧美新市政的概念 把工作跟住家结合在一起 在当时的台湾是一项创举 1957年起 中兴新村陆续完工 各厅社随之进驻 大致划分为办公行政区在南北两侧 中间有光华、光荣和光明里 三个邻里单位 地密度的开发 留下了大片的绿地 我觉得村子一个非常大的资产跟价值 就是那个2400户的宿舍 因为那个是可以让这边 让人进去生活的 那第二个资产就是宿舍外面的公共空间 又是非常独特的 那我觉得中兴新村有一个很棒的角色 就是在中台湾 它可能是一个历史现场的一个黄金三角 它会对应了台中的州厅火车站 跟彰化的鹿港龙山市 那再对应过来中兴新村 南投中兴新村是国民政府的一个 现在都市规划 那这三个不同年代的文化资产 其实从高层 更高的一种国家整体规划角度来看 村子的时候 它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 对 那最后的使用上面就可以比较开放 有社会住宅 有这个有那个 但是那个文化价值还是非常需要 在中兴新村 每个里都有属于自己的市场 小学和公园 还另外开辟了游泳池 医院图书馆和邮局等等 中兴新村就像是个自给自足的小世界 纯服的聚落生活 加上完善的公共设施 不论是上班上学买东西 在社区里只需要步行就能够满足需求 方便又简碳 就像是现在政府所推行的低碳社区 对我来说 中兴新村应该是台湾 从一个新的生活空间的一个分水里 大家都知道台湾过去有一段时间 是在日本殖民 那真正 真正国民政府撤退来之后 做的第一个仿西方新市政规划的 其实就是中兴新村 它其实是代表了一个新的开始 因为当时都觉得西方的东西是比较好的 回去模仿 那其实时间过了很快六十几年过去了 其实台湾没有第二个地方 像中兴新村这样一个这么好的办公跟住家合在一起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它在文化面上 它有一个很棒的一个规划史的那个价值 第二个就是省政府当时在台湾 经济建设各方建设上 它有一定的一个角色跟功能 所以它过去有一段很棒的省政府的历史 它有一段非常棒的都市规划的历史 所以这两个历史我觉得是价值 应该是中兴新村我觉得是值得去探讨 去回味的 剧场上